请收看《家人有约》 我是刘玉华 夏天即将到了 属于夏天的假期也将来了 不知道您是否对今年夏天到哪度假 是不是有一个计划了呢 别忘了 度假如果要快快乐乐圆圆满满 计划是非常重要的 请稍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精彩内容 五月里代嫁女儿心 像春天绽放的百花 娇羞地在述说着 今生愿做你的新娘 看你永远疼爱珍惜我 从此与你原定一生 非常荣幸 请到原定生摄影礼服公司 提供给我们97年春夏季最新的婚纱吉礼服 现在就请您欣赏 由《家人有约》模特工作组 美丽的模特们为您的示范演出 《家人有约》模特工作组 三代 dostęp至于日子 我们的君与你otion 在阶梵 Cheryl 特兴 compt人 皆知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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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美丽的卡塔利纳岛 让来过的人意犹未尽 再度照访 回味一番的可是大有人在 这很美丽 这是我的第二次 我回到这里 因为我喜欢它这么多 第一次 我过来过几年 我们只在这几个小时 我们只喜欢它这么多 我们想要回到这里 几几几天 各位朋友 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卡塔利纳岛之旅 真的很不错 在这边我们即将搭船回去之前 想建议观众朋友 有空的时候 和府一家大小到这边来玩玩船 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真的很不错的 再见 观众朋友 在今天的情怀极短天单元里 Angela为各位观众选读了一篇 栽自作家陶友芳女士的这本书 《情怀》短篇小说当中的一篇 叫做《细数春旋》里的一个段落 在台湾的时候 春天也不过是几阵春雨 就冲冲归去了 我的心失踪 老是信念着淡水神社前面的几株七树 每年春天 这些七树的树沙上便涌出 嫩嫩浅浅半透明的绿 令人迷乱动心的指向落泪 我的春天仿佛就在这几株树身上 之所以这样的情有独钟 指缘台湾四十长绿 绝后不明确的缘故 去年夏天来到美国 从喧闹的碧绿盛夏开始 经过辉煌灿烂的秋日 直到冷漠消瀉的冬天 眼看着树叶从油绿 明黄 金红 灰鹤 而至于腿尽滑爽的烤白枯枝 紧接着几场大雪融进 雪的心迹过去了 苦寒中难免心中要 阴阴盼望的春日了 我一直喜爱着鲜明的四季 这意味着变化和节奏感 对于春天这还是有声第一次 深深感到它所象征的绵延的 身经和躍动的生命力 而情不自禁地想拥抱它 不知不觉地有股新鲜和亢奋的力量 会流进我的血脉和胸蚁之中 观众朋友 在这里的春间和你老家的春间 给您什么样的感受呢 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 Angela非常的感激观众朋友 这许多来稿 给我们的情怀极短片信箱 我们将经过整理之后 在陆续的以后每一集当中 为各位观众朋友读出来 在节目结束之前 Angela诚恳地邀请各位观众 给我们这个节目来信 有什么任何的意见和批评 都欢迎 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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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